大家好!大家對上一次補充滿珠子的消息 不知不覺就已經過了兩個月了 上個月也跟大家說了一些爆料的精靈 例如可能是一些中毒的馬鈴魯禮 羅托姆、伊貝 今個月也發生了一些新精靈、新型態 我們現在真的來講一下 至於以下來的狼狼 最終都是以官方宣布的為準 第一幅圖就是這幅圖 這個畫面或者背景 有一點像官方剛剛出了消息 三月尾或者三月中左右的這張圖片 即是疑似像岩殿居駭的新型態 或者是珠子的精靈 外形就是像屁指一樣 我當時也覺得不太相信 這張新的圖片真的有一點像我的圖片 無論背景也有一點像 它應該是沙漠的地帶 但我不覺得這隻是住在沙漠的 它有一點像是小王的外形 再加上兩個面珠燈 有一點像巨鳥怪 水若魚 它手上好像拿了番薯 不知道是什麼 有點奇怪 頭上的角有點像龍系的感覺 不知道是假的 但我自己覺得是假的 第一就是紅芝草的圖片 有一點像 而且它沒有實際的資訊提供出來 第二張圖片 第一眼看上去 就覺得它一定是菠蘿 而且有一點像是鹹蘿草 以及看到背景 就是有一點像 之前珠子宣傳片的大廣場 但也不肯定是否真的 因為都可以貼上去 爆料者的內容 它說是一個鹹蘿草的新型態 這個真的是菠蘿 它也有說到它是不會進化霸王花 但我去第二階段的臭臭花 就是這個圖片 上面的紅色的東西就是菠蘿 然後我找回這支資料 原來真的有紅色的菠蘿 但不太肯定菠蘿或紅色菠蘿 是不是跟西班牙有關 以及它也有說到 臭臭花是很進化到 新型態的美麗花 有說到是需要一個道具 是關於菠蘿的執液 但沒有公開到美麗花 或者是道具 究竟是什麼 但比起之前第一幅圖的 是比較順暢 我自己覺得 至少它有些資訊可以彈出來 但最後還是不知道是否會贈第一卡 希望可以快點看到宣傳片 大家覺得這幾隻東西是怎樣 我自己比較喜歡走路很多 大家記得訂閱讚好分享 我應該下集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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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